明國劉貴先生 我強調政府當然不可能自己做完所有的工程 它必須要倚靠市場的力量 它可以外負工程 不過它絕對不可以外負責任 因為現在我覺得到 是層層推卸責任的情況 廣泊說我只是負責去抽驗20%的鋼筋 100%的鋼筋檢測就要靠禮盾 路政署就说我交给project manager 项目管理人港帖去监管这个工程 我们看到其实政府那个角色 是不是好像他们来立法会说 说他们港帖都会很严密监督的工程 我看不到 大家记得由第一日开始 港帖召开记者会 他不断强调他们非常专业的监督是很严密的 每条钢筋领入去 他们是会验收签署才被他堵石屎各方面的情况 林卓廷 其实现在政府就决定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但是他的职能就未曾具体公布 你有没有一个感觉 其实成立了一个独立委员会 其实仍然是包庇他自己作为大股东的港帖 那我不可以这么快做这个结论 但是我一直要求政府成立这个独立委员会的时候 一定是要引入海外的专家 因为现在港帖在香港是有垄断性的市场地位的 在香港很多涉及铁路工程建造的公司或专业人士 都是与港帖有很密切的生意往还 所以我希望他找到一个独立的海外专家 去监察整个独立委员会的运作 看看可不可以找回事实的真相出来 而我不是针对沙中线这次所揭发的问题 如果从以小建大 从这次事件看回所有大部分的政府工程 因为政府工程是牵涉到很多政府的资源 是分了出去的 在工程言上会不会容易造成贪污呢 过往廉政公署在反贪的工作里面 是特别关注工程界的项目的 因为工程界大家知道 那个涉及的金额往往是非常之庞大 也是因为它运作的时候 都是在一些密闭的场地 因为地盘里面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到去的 很依赖相关的专业人士的措手 如果有人是因为各方面的理由 去偷工减料好或者工程造假好 这个是必须靠他们本身的监管制度去揭发出来的 如果有人是互相包庇 这个基本上除非是最后出现很大问题 好像早年的短妆案 也不是是无法揭发出来的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